最近几年的工作 一直在围绕如何在画面上体现对象的复杂性 一种我所体验到的复杂性 对近写生画不出某些时刻我身上的男性气质 别人眼中的我和自我认识下的我 甚至这一刻和下一刻的自我认识也不尽相同 这种波动、挣扎、别人的目光交汇和自我的怀疑 我都想试着画出来 我好奇这些图像在保留和传达信息方面的力量 图片有时候能触发一个方向 而更多时候则是画面上一个细微的局部 我需要有大量的图片来提供细节 有时候我也需要用到摆拍 不同材料和新工具的使用 也能提供一种刺激 我的画进展挺慢的 时候需要放三到四稿来订正式的小稿 最后再上画布 有时候反复和犹豫多了 一张画也就被涂坏了 我是从去年初开始就一直被困在玻璃 现在这个系列是在这个工作室里完成的 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在我的画面上 在我最近的绘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精神对于物质重量的影响 不仅仅是物理上的重量也关系精神上的重量如何被测量 意志如何影响肉体 轻与重又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 我感兴趣人的精神如何影响他的行为 而哪些时刻让他坚信 他一直纯粹地站在人的位置上 而没有跌落成物 我感兴趣人的绘画